如何开一个精量啤酒屋 你该开始行动了 一选择店铺位置 开一个精量啤酒屋 必须选择一个好的位置 二购买啤酒设备 买一套稳定的设备 操作可以简单也可复杂 但设备一定稳定 温度控制一定要稳定 时间控制精确 将传统啤酒工艺标准化 将Apple等特色啤酒做出特点来 三确定经营方式 配餐增销量 喝酒是个低听行为 但用餐不是 搭配好的餐食 是顾客经常光顾的重要理由 四装修策略 根据自己选择的啤酒设备 做出合理的设计 满足啤酒设备所需要的用水 排水 用电等情况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经营形式 做针对性的特色装修 五 啤酒口味要好 啤酒味道一定要好 简单的说 口感浓郁 泡沫丰富 酒体明亮有光泽 鱼韵十足 喝下后还能回味到麦芽香 以后不上头 无论是自己酿还是请人酿 都要让顾客喜欢才行 请鸡的 顾客喜欢才是王道 山东尊皇发酵设备有限公司 一站是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关注我 联系我